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寒流天王的代表人物 穿上军服保家卫国的帅气模样 当时好多人自称是宋太太 想知道是哪一位赶快进入 肺夫电力公司 还在担心缺电危机吗 肺夫电力公司给您最劲爆的电影大小事 好 今天要跟肺夫一起揭开 明星神秘面纱的吸引评人佛罗阿德 哈喽阿德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平安吗 要好好的防疫哦 阿德在家里头嘛 我们今天用电话录音的方式 对 你有乖乖防疫吗 当然有啊 要跟大家说明啦 因为现在有疫情的关系 可能没有办法来到电台录音 所以我们就采取用电话连线的方式 但是呢 我们在电话连线呢 除了这个介绍芯片 今天介绍的芯片 阿德先来讲一下 因为现在电影院都没办法开啦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样的芯片呢 是在串流平台上面的 对 就是付费的串流平台上面 那大家可能可以到Netflix啊 HBO GO啊 或者是等等 Amazon等等的平台 我们会因为上面的平台的影片 真是太多了 对 所以呢 我们会推荐一些 他并没有在院线上映 然后直接是串流影音平台 他们出钱制作的 或者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很多电影 他们本来要在电影院上映的 但因为疫情没办法上映 所以就在这些付费的影音串流平台 这样子也不错啦 因为去电影院会有这个群聚的风险 我们就乖乖的在家里面 打开这个串流影音平台 就可以看芯片了 好 今天我们介绍哪一位明星呢 最近跟国民老公的新闻好多哦 双北上周进入疫情第三警戒之后呢 网路上面就流传一句话啦 就说看好了世界 台湾人只示范一次哦 在两周之内呢解除三级哦 那么现在网友就恶搞哦 日本的明星星元节一不是跟那个新野员 他们要宣布结婚吗 对 就那个新野员啊 他就被做成梗图 说看好了世界 我只示范一次哦 如何一天抢走几亿人的老婆 阿德你有看到这个梗图吗 有啊有啊 新元节一就是结婚就很多台湾的 对啊 他本子都非常的难过 所以啊 多少的阿宅就恨死新野员哦 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一位呢 一度是南韩的国民老公啦 可是王子公主的神话破灭之后呢 我不知道阿宅对他的恨哦 会不会减少一些啊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明星是宋仲基 先来谈一下他的明星魅力 对这位处女座的学霸呢 就是毕业于韩国的成军馆大学 名校 对那名校啦 而且他以前在高中的时候 成绩是全校第一名吧 哇哦 对所以呃就是当初他 可是哦 即使他后来就是念大学的时候 因为外形的缘故 呃成军馆大学也蛮会利用这位同学的 他不但是学校刊物的封面人物 而且学校招生广告都是请他拍的哦 哦 然后于是就是开始受到一些瞩目 不过最主要他踏出 呃他进入演艺圈的原因是 呃他就是跟学长他们组成一个团 去上韩国类似那种机智问答的节目 意志节目 对机智节目 然后就是那种学生团体 什么IQ180之类的 那他就在那边表现非常优秀 而且因为那个是电视嘛 所以都会take一些特写在他脸上 大家都发现 诶这不但是一个聪明的大学生 而且就是外形就不输于明星 啊 你是说他当时还不是明星 只是因为这个参加意志节目的关系 结果就拥有自己的粉丝啊 对那就是大家都觉得他很崇拜他啦 因为他等于也是一个电视上的焦点嘛 因为那时候那个节目的收视率很高 很多人都在看这种意志节目 没想到那一支节目里面还发现了一个是有脑的帅哥 哈哈哈有脑的帅哥啊 来介绍一下他的背景 1985年出生 现在35岁 然后他拥有语言天分 会韩语英语中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 他的小学哦 我们不是会经常会填什么我的志愿吗 他的答案除了演员之外 还有运动员跟播音员 听说他学过那个竞速溜冰 还溜的不错 对而且他大概有11年的这种训练的经验 他的目标 他曾经代表他的家乡去参加韩国的全国运动会 而且还三次哦 当时他其实很想要 就是将来更就是到达年龄的时候 他想要代表韩国去参加 类似像奥运的这种的活动 但后来咧 对可惜就是他那时候 运动伤害 对脚踝受伤 他不得不放弃 不过这也是算是因祸得福啦 他后来就全副心理就专注了读书 然后后来才可以考上了那个成军馆大学 而且他的那个成绩啊 那时候在学校是英文数学是全校第一 这究竟是什么成绩啊 我的妈呀 果真是学霸级的人物哦 然后其实他家里头好像是反对他去演艺圈哦 我觉得钻石就是钻石的 刚刚阿德有介绍过 在学期间他参加那个意志节目就被注意到了 对 明明不是明星 确情拥有粉丝哦 好那接下来他进到演艺圈 2008年的双花店 哇让他一炮而红 大家开始注意到他了 对不过双花店里面当然是纠结在赵银成跟朱正摩之间那些军王跟他的首席护卫之间的那种断背之情啦 所以其实宋忠记在里面小配角也那个护卫队里面其中一个因为王朱正摩他喜欢他喜欢的是男人所以他的护卫队里面都是挑帅哥对那赵银成是队长那宋忠记就是里面的其中一个小兵哦对所以其实戏份不多啦但是哎就是他的第一部这个演艺作品就是双花店因为够帅才可以被挑进去对对对对因为王喜欢 帅哥那后来呢他去主演电视剧呢成军馆绯闻然后呢人气也开始起来了然后呢又有头脑又帅的形象还担任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哦对呃其实当时的那个双花店啊对他来说就是只是一个电影的开始那嗯到了2010年的成军馆绯闻才让他从大红大纸哦虽然该部剧的男主角呢其实不是他可是他们组成了一个 就是而且成军馆绯闻呢就是在古代里面韩国的成军馆也就是宋忠记他后来念的成军馆大学的前身哦所以呢其实这个电影就是跟他就是很有那种缘分好像冥冥之中就应该他来演哦对对对而且在里面其实有很多呃因为说是是女爱义男嘛然后就一个女生就假扮成是男生然后进入成军馆因为那个古代的时候女人是不能 念书的那他就饰演了一个非常贴心的这个同学一个书生然后四男就跟一女之间发生的那种爱情故事就是类似古代的流星花园啦哇那那时候他因为这个电影啊虽然他不是第一男主角但是也非常受欢迎而且更美好的是其中还有那个演技拍的刘雅仁也是四男之一 嗯那他他跟刘雅仁居然在当年得到了KBS电影啊电视剧里面最佳情侣奖哈哈哈哈哈哈有点那种BL的情节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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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部电影啊这部电视剧呢就让他在韩国就大红大使OK那接下来呢他也主演那个电影哦狼少年不朽的爱他也创下一个记录就打破了南韩纯爱片的最高票房哦 所以2012年呢他就开始走红了哦然后接下来我想请阿德来特别介绍这一部啊因为他穿上了帅气的军服保家卫国的英勇模样当时太阳的后翼袜红遍全亚洲耶尤其是跟这个宋慧桥一起主演对因为像狼少年或陈军管绯闻啊他们可能就是呃就是主要是在韩国或者是亚洲一些国家对 都看这些电视剧或电影的人才会知道宋仲基对可是呢太阳的后翼则是让他真正的成为呃就是全亚洲的人都瞩目的焦点韩流天王对呃其实这对他来说也蛮重要的因为他那时候拍完了狼少年之后他先跑去当兵了对就是尽国民之义务然后当兵之后呢哎因为之前可能都是演一些狼少年啊或者是一些书生是那要怎么样 转型成为一个真正的男演员军人真正的男人男子气概对于是呢那他就是拍了这个太阳的后翼而且太阳的后翼本来的男主角人选是赵英成就是我们说双花店里面的男主角赵英成就是接了剧本以后可是他后来觉得哎他就转借给向这个导演推荐的宋仲基对所以呢就是这个角色就落在他身上 因为他以前可能比较文弱书生的形象对哦可是他演的这部片子就充满了男人味对荷蒙大爆发然后吸引了很多人就这样觉得他是行走的荷蒙不再是像以前一样的狼少年这样子OK而且这个机会他也把握住了他也成为一个天王哦尤其这个机会也让他娶了一个美娇娘他就跟宋慧桥在2017年结婚哎但是为什么这个婚姻还维持不到两年在2019年他们又发表这个离婚 婚声明哦啊那怎么看呢对啊就是应该说像太阳的后裔啊就是那时候在拍摄的时候很多就有传说他们两个在但他们就一度他们就一直否认一直否认然后一直说呃其实是因为是剧拍完以后才交往的这种话谁相信呢就像新元结衣跟新演员说他们也是拍完了剧之后才在一起的是你相信吗哈哈哈宅男可能都无法相信但是对这种呃假戏真做的事情 啊其实在演语圈就是蛮多的啦但但像太阳的后裔连泰国总理都有在追这个剧的就是全呃就是全世界有那么多的粉丝然后大家都看了那个戏都非常入戏就希望他们两个在一起那他们的确是狼才女貌啦啊甚至他宋忠仪也算是个帅哥嗯那可是呢其实应该呃现实人生你知道吗现实人生就是呃 采米油盐酱醋茶一定会面临到一些状况对而且之前我们台湾的新北市的呃那个新北市政府就有发布了一个呃离婚的人的星座是然后他们就是在前三名处女座跟射手座哦刚好一个处女一个射手啊对对对就是在我国离婚也是这样的他们就是排名就在前三名对哦所以说呃应该是说其实呃就两个人的个性 可能很多的时候在风花雪月的恋爱时间是看不出来再加上呃呃宋慧桥的个性也是蛮强而且还有蛮强大的那个应该是什么事业心啊对所以呃就是最男美女不能走白头偕老大家也都觉得很遗憾不过有很多宋忠基的粉丝应该很高兴了哈哈哈哈哈哈OK好如果这个听众朋友哦呃你将来想要结婚阿德对星座有研究可以先请他来稍微和一下你们的 新作哈哈哈哈哈哈好今天谈完的这个大明星哦我们今天待会要介绍一部宋仲基芯片哎我很纳闷哎我也很好奇嗯韩国可以拍出这样的太空科幻电影哦哇被誉为是南韩的这个星际义工队我们待会来介绍这一部胜利一号 电小二电影套餐怎么卖只要里是影军级免费交代都可以 当电小二碰到影军子电影情报全部依赴好欢迎大家来到电小二费附近的电影餐馆那么今天呢还是有开张但是是在空中开张哦 呃现在因为防疫的关系所以来宾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电台录音但是我们还是用这个电话录音的方式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影评人佛罗阿德但是在开张之前要宣传一下赶快加入肺腹的粉丝团只要在脸书上面呢搜寻中广主播曾武清按个赞就可以咯大家一起来聊电影那么阿德你刚刚有说因为现在电影院都没有开所以我们要介绍是在串流平台上面的电影那现在大家就可以在家里头 非常轻松你就躺在沙发上面然后把这个电脑萤幕准备好只要连上网就可以开始看了要介绍这一部胜利号我在刚刚的时候就有预告过让我很惊奇的是哇现在南韩的电影工业可以拍出这样子的电影哦 对这是南韩第一部就是以太空为背景的电影对就是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啦因为以前我们所看到的太空电影可能都是由实际上他们在太空也是非常有成就的美国对然后他们来拍摄的那所以呢而且这个这种太空的电影需要很优异的那种CG特效没错对那也要花费非常多的 钱跟人力对那就是亚洲国家可能都还不具备这个虽然我们知道之前日本他们的漫画或者是他们有很多漫画改编的太空方面的电影但是因为嗯就是改编之后很多漫画迷都不是很满意而且CG特效也没有那么强对可是韩国呢这次呢就是展现了他们强大的这个特效没有错对对我觉得南韩就是很厉害 他们可以把各种类型的元素啊你要他们拍恐怖片或者说拍警匪动作片他都可以把这个好莱坞的元素哦把它呃也不能讲偷啦就是说呢模仿过来之后呢哎再加入自己的东西在里头那么现在端出来就是呃南韩版的星际艺工队里面呢这主角呢是2092年里面这个主角哎他们是做什么样的职业他们就是开了一辆很破的太空船叫做胜利号对然后他们 对我们就算说他们就是全部紀 等于是地球的低端人口低端人口应该是说地球95%都是低端人口了对只有5%的人 然后呃呃嗯那些人呢宇宙是在 spelled phon的字ote 英文被连接宝赛之外设计 woh住在在别的星球不是太空战 shoulder 住在太空战篱里面地球已经因为很多的可能是地球暖化等等的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地球人真的要珍惜环境都自己都只能够去外太空了 对然后地球就沙漠化 然后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嘴巴很会讲 很会上电视 很会宣传的一个很厉害的总裁 他在地球之外设置了一个太空站 然后那个太空站只有5%的地球人可以移民到那里 然后他们终极目标 这个总裁呢 这个天才总裁 他是想要让人民先到这个太空站 然后之后要前进火星 对但还没有前进火星的时候 现在这个太空站 但只有5%的人可以在这个天堂般的地方居住 那大部分是白人 是 有钱人 然后其他的穷的 然后不是白人的 是黑人跟黄色人 对都只能95%的地球人都只能待在 已经很很糟糕的地球环境 那宋中基他们等四个人 应该是说三个人再加一个机器人 就是刘海正配音的机器人 他们四个人呢 就是组成了一个 因为地球的这些公民还是要工作的嘛 要为那5%在那些有钱人工作 所以呢 他们每天就是去工作 然后去清除太空的垃圾 对 然后因此来获得一些总裁给他们的报酬 然后很辛苦的活着 等于他们是收太空垃圾的 对对对 可是呢 既然有一天 既然有一天 他们遇到了一个小朋友 这个小朋友 他特殊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小朋友呢 这个看起来很可爱 他叫花儿 看起来很可爱 没什么特别的 可是没想到呢 就是他 他就是电视新闻就在报说 他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这个小布希最喜欢这个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天真无邪的小女孩 现在变成是一个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武器 对 然后新闻就是由总裁控制的这些电视台媒体 就一直报说 他逃脱了 那他的身体里面有清淡 一旦引爆 非常危险 对 所以请大家密切注意 有发现他的话 赶快交给总裁 交给相关单位处理 那现在他们就到了这个太空船上面来 到了身一号上面 然后这些人 像送中机啊 他有一个秘密 因为他曾经有个女儿 可是他女儿因为一些意外状况 大家看见你才会知道是什么意外状况 然后女儿的就是爆炸 跟附近发生爆炸 所以所有的尸体都飘向外太空 他必须要找他想要找到女儿的尸体 对对 然后就是有一个真正的告别 那所以他需要很多钱 那金太黎所饰演的船长 他是女船长 然后他他本来呢是非常厉害的人 可是他看不惯总裁的一些作为 然后他暗杀他没有成功 所以呢他就从一个工程师 变成了一个这种船长 然后陈善奎所饰演 陈善奎就是鸡不可思那个警察 他演的Tiger 然后他也有他的过去 然后刘海正所饰演的机器人 他觉得自己是女的 他要把自己改造成女的机器人 所以他需要这个整形的费用 你这样子讲下来哦 四个主角 他们其实呢 过去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一个 暗黑的一个经历的 悲伤的过去 那现在他们都需要钱 对 所以呢 他们内心就觉得说 那我们把花儿卖掉吧 因为有个恐怖组织 他们就想要把花儿 因为花儿是活动的清淡啊 对 他们想要把花儿买去 然后他们就跟那些人进行了 说好两百万美金 是 我们交易 我们把花儿交给你 但是在交易的过程中呢 就是在所谓的太空酒吧里面 对 那场戏也是非常的精彩啦 然后这部电影 其实一开场就是 他们开着这种太空垃圾船 然后要去抢那个太空回收物 因为你要收太空垃圾 也有别人想要抢啊 所以他们一开始 一开场就让我们看到 这非常精彩的大战 然后宋宗基所饰演的驾驶员 要如何用这种破烂的太空船 跟别的太空船做搏斗 OK 对 那当然他们最后会良心发现啦 这些太空混混们 也许这个小女孩 会触动了他们心中 这个良善的一面 对 而且当然也会发现 当然也会发现所谓的总裁 就不是什么好人啊 好 那么最后给胜利号一个电影指数吧 韩国太空清洁队 拯救地球四颗星 我觉得它的特效真的是很精彩 虽然现在大家没有办法来大萤幕欣赏 不过如果你家大萤幕够大的话 看起来应该也是非常的过瘾 好 我们待会来介绍其他 已经串流平台的芯片哦 不要错过了 欢迎大家回到电影下流上瘾 我是节目主持人肺夫 赶快加入肺夫的粉丝团 只要在脸书上面搜寻中广主播 曾武清 大家一起按赞加入 一起来聊电影 那么今天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还是没有办法请到阿德来到现场 但是没关系 赶快来呼喊他的名字哦 阿德已经在线上了 哈喽阿德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芯片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纳闷 电影院不是都关了 但是我们没关系 我们介绍的是 影音串流平台上面的芯片 那其实这一部它也不算芯片啦 可是它多了很多的新内容啊 而且这个新内容一加起来不得了 片长是长达四个小时 来讲的是查克什奈德之正义联盟 对那这部电影呢 就是对导演来说呢 是一个还蛮伤痛的记忆 因为当年他在拍摄的电影的时候呢 遇到了他在后期的时候 他女儿就是自杀了 所以他心就是心力交费 拍不下去了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 还有当然是跟这个 所谓的出资的电影公司 然后为了制作影片的一些 理念的不同 对也让他那个身心距离 可能公司就要求你 你就拍一部爆米花电影啊 可能就是英雄这样 拼拼拼拼打一打去的爽片就好了 对还有可能片长的问题啊 因为片子太长可能在戏院 放映的时候就要缩短放映的时间 就会少赚一些钱等等那种 制作方面的理念 再加上他的女儿过世 所以呢他就请辞了 所以这部电影的后来的后制 等等是由别的导演来完成的 那当时电影推出的时候 虽然有这个这么多的 这个DC的英雄人物 出现在这部电影中 但是呢电影并没有获得好评 然后然而是后来 很多粉丝还很生气 觉得说完全没有这个导演当初的 那个比如说像超人的啊 钢铁英雄的也是他拍的 那时候的电影他们觉得 那才比较符合DC的风格 为什么这部电影会变成这样 那导演呢就是现在沉渊得雪 他说不是我拍的烂 也不是我走掉了 是当时有这么多的电影 精彩的片段没有呈现出来 都被剪掉了 所以这次呢当初被剪掉的画面 这些片段都回来了 对而且要告诉大家 这个电影你们一定要等到最后 因为它的结局跟原来2017年 我们看的版本完全不一样 真的吗 对那结局加的那一段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 连讲话太激动连口红都糊掉的小丑 居然出现在这部电影 小丑出现了 哇哦 对对对 然后而且那还是一个 还蛮长的段落这样 对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虽然这是一部四小时的电影 对不过现在大家在家里防疫嘛 那就记得就找到这些付费的影音平台 然后你就付费就可以看个过瘾 所以当初推出来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恶评 因为可能会让迪士尼迷有一些失望 没有看到这个漫画里面的一个精髓 也没有看到这个导演的一个风格 但是现在这个遗憾可以补足了 对而且导演在这部电影中 大家还可以看到他本顺 他在里面有客串一个 就是爱民养当师到咖啡店 然后他就坐在那个咖啡店的一个人 然后就是一个客人 然后他有给他自己一个镜头这样 OK 所以里面的主角这些DC英雄的主角 所以戏份上来讲也不会差那么多了 包括什么蝙蝠侠啊 神力女超人啊 还有其他什么闪电侠啊 水星侠 对因为当初2017年的电影 只有两个小时左右 那所以其实很多人 比如说包括这个电影 才新加入的水星侠啊 闪电侠啊 那还有钢骨 都被剪光光 对钢骨最可怜 他的戏份就有够少 可是呢 这次在这个四小时 就给好给满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钢骨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然后他之前出了什么事 他跟父亲之间的情节等等 就是每一个角色都会让他看到 他比较立体的人性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像为什么说胜利好 他会比好莱坞的特效 他现在的特效 可能不输好莱坞的特效 但是他在这四个主角的人性的描写上 更为深入 所以会让大家看来会比较感动 不像这个好莱坞其他的太空片 可能就是走马看花 那他在这个正义联盟的新版里面 他也是加入了这些英雄 当然蝙蝠下跟神力女超人的过往 我们很了解嘛 可是其他的那些角色 在2017年都被剪掉了 可是这一个版本里面 我们就可以比较完整的看到他们的人性的背景 这样子 我觉得超能英雄真的还蛮难为的 对 你虽然拥有超能力 但是呢相对来讲 你可能也有自己的心魔 你必须要去克服 对对对 而且就是应该是说DC的电影里面 不会像说另外一组的漫威的那一组英雄 他们好像都是有点就是喜欢耍嘴彼此啊 对漫威比较轻松啊 对 然后风流倜傥啊 然后口无遮拦爱开玩笑啊 星期一公队等等 但是呢就是DC的英雄好像就背负了人类 都是非常沉重的黑暗面 对 对像超人啊 蝙蝠侠啊 你看蝙蝠侠从小的经历 那尽管他身家 哇那么的富有 我想说那从小的暗黑的经历 也是非常非常可怜 所以他永远眉头深锁啊 对对对 讲到这个超能英雄的电影 我就很想问阿德啊 你有沒有想成为哪一位主角啊 你说DC里的哦 DC跟漫威一起来 你觉得嘞 我想要去欢乐那一组了 你想去欢乐那一组啊 对对对 你说漫威这一组吗 对对对 但是DC这边的英雄 说实在的 我觉得他们都有点苦命耶 哦真的吗 对啊对啊 但是应该是说悲剧人物啊 这个悲剧英雄啊 在电影里面啊 他才可以展现人性的复杂面 你不想当那个神力女超人啊 我不想 为什么 我不要 为什么 对 还蛮威风的啊 拿那个套索啊 只要套在你身上 套在你身上 男人都会说实话 哦 我希望每个人都说实话 不过实话不一定很好听 好了 那你就让给那个许舒华 让他来当好了 对对对 讲到我的话 我会觉得 其实那个钢铁人还不错耶 哦 钢铁人还不错 钢铁人是欢乐的那一组耶 对啊 对啊 我也喜欢欢乐 而且你看 钢铁人 钢铁人的钱 用万的钱对对对对对 可是他最后他要牺牲耶 对 哦 那我考虑一下子好了 钢铁人 对那已经到最后了 他前面过得挺好的 而且这部正义联盟里面超人还可很可怜 他家还穷到被法拍 后来最后结尾的时候被买回来 不过这个就是在原版2017年就有了 他家里的房子被买回来 然后他妈妈很感恩 戴安年了很高兴的 就是老房子居然可以回到他们手里 然后他就感谢了就是蝙蝠侠 说啊谢谢你帮我 你是怎么样跟银行买回这个房子 他说我没有帮你买回 我是直接买下那个银行 对啊 大家就知道蝙蝠侠什么都没有 就是有钱 对没有爸爸没有妈妈 但是他就是有钱 对 然后所以这是这个电影比较幽默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部新的版本里面啊 就比较完整的版本里面 还有比较精彩的是 他会比较走回那个黑暗的风格 然后不论影片的色调 或者是他们在就是敌人 跟敌人大战的时候的画面 也是属于比较暴力的 就是喜欢看那种全全倒肉的 会觉得说是比原本的2017年的版本 那比较精彩 那像他们后面就是最后 跟最大反派荒野狼决战的时候 那就是那个场面 就是会当大家才觉得说 这个坏人就是要这样给他K上去啊 然后再这样水行下超人跟神力女超人 全部都一起上去 然后至于他们用什么招式解决敌人 大家就是看电影 那当然不能错过 没脱版的小丑 小丑再次登场哦 对而且小丑就在那边跟蝙蝠侠在那边斗嘴 而且蝙蝠侠还会说 小丑女跟我说 临时的时候告诉我说 如果找到你要杀你的时候 一定不能够马上把你杀死 要慢慢的杀死你 哎呦 但这部电影我觉得他结尾还有一个也蛮动人的地方 他说世界呢不能够在过去修复 所以只有在未来才能够有所改善 所以我们每个人虽然背负着伤痕 我们的伤痕呢 就是过去了已经过去了 我们要修补他 我们要用我们未来的努力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 而且他最后也会说 旁白也会讲说 你该挺身而出了 勇敢奋战 哇这个结论下得真好 尽管是所谓的超能英雄的电影 都还是会带给我们一些启发 那我们最后给查克史奈德之正义联盟一个电影指数吧 对我觉得这部电影在疫情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启发 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愈合伤口 用爱赢得胜利 然后这部电影给他指数是 DC英雄齐聚一堂四颗星 我们待会介绍最后两部芯片呢 不要错过了 欢迎大家回到电影下落上瘾 我是节目主持人肺夫 中广主播曾武清 虽然在疫情的此刻呢 大家没有办法去戏院看电影 但是我们节目还是有推出 我们特别请影评人佛拉德 从这个影音串流平台呢 还是挑选一些新片哦 好接下来要介绍这部片呢 也是阿德非常非常推荐的 米家大战机器人 非常适合小朋友看的动画片 对那就是今天介绍的这三部电影 统统有机器人耶 是 对对对 对啊 AI是未来的潮流 然后这部电影呢 就是推特别推荐给爸爸妈妈 因为爸爸妈妈现在小朋友都在家里上学 小朋友都停课 对有没有感到很痛苦呢 爸爸妈妈停班 但是要在家陪小孩应该也很崩溃 对 而且除了他们上网路课程 然后网路又那个 又塞车 对那而且要帮他们安排很多那种客户活动 那这时候呢 如果你找到这个付费影音串流平台 然后放一下这个片子 你就可以松口去做点别的事 甚至可以一起同欢哦 对对对 如果有空的话可以一起同欢 或者是让米家 米歇尔一家帮你带孩子 一两个小孩 米家有几个人 他们一共是四个人 跟一只八哥犬 对那八哥犬叫蒙奇 他在这部电影中 还有很重要决定性 就最后的结局的时候 居然是他出力解决了这些坏蛋 他是关键角色 对对对 那这个爸妈 这个小朋友年纪大概多大 爸妈是什么样的工作 爸妈是做一般的工作 妈妈应该是个老师 然后爸爸做什么工作 没有特别讲 就是一般普通的人 中产阶级 对那应该是说女主角 本来小时候跟爸爸的感情很好 可是等到他长到那种青少年的时候 就开始跟爸爸比较疏离了 然后之后呢 就是现在就在讲说 因为他从小就非常喜欢 这个拍影片 然后现在的网路 他是那种 那个YouTube 那种非常重度的使用者 而且每天手机不离神 跟他的弟弟感情好 他弟弟喜欢恐龙 弟弟应该算是一个小学生 那他呢已经 所以他就后来就是用 他们家的八哥犬 还有弟弟 他们就拍了很多影片 就上传了那个网路 然后也在网路上 就是等于是 也是一个活跃的YouTuber 那他就是决定 把他拍摄了这些搞笑短片 然后拿去 美国的那个加州的电影学院里面 去珍视 然后他就被获得录取了 好棒哦 所以他非常开心 他想说 我天生就是一个怪胎 我终于在那个电影学院里面 遇到更多跟我一样的怪胎 然后我会发展我的电影梦 然后他就越越欲试 大家都知道美国人 他们很多人都是18岁就训练大学的时候 就正式离家了 对 然后他就很开心 本来他坐飞机去 然后因为在前一天 跟爸爸发生了一些争执 然后爸爸在跟他争执的时候 就是摔坏了他的笔电 然后爸爸就很难过 就想说 我们小时候那么好 你小时候那么依赖 我这么喜欢我这个爸爸 现在居然变成这样 叛逆期 所以爸爸决定隔天不让他坐飞机 把他票退掉 然后要全家人开车到加州 送他去上学 就借由这个公路旅行 然后呢可能修补彼此的关系 对对对 然后女儿本来不情愿 可是妈妈跟弟弟都 就觉得说 那个也好啦 以后你念大学以后 就有你的生活 而且你远在加州 没错 对 那我们就珍惜这一次 然后他们就上路了 那当然旅程不会那么的顺利 他们就遇到机器人了吗 没有旅程不会那么顺利 就遇到了我们大家 现在所有的人都很害怕的事情 就是这个手机呢 就是有一个 就是类似像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胜利号里面的总裁一样 也有一个 这个角色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觉得 他是在讽刺那个特斯拉的总裁 马斯克 马斯克 对 那马斯克 对 然后他他里面呢 就是有很多这种影射的桥段 就是说他就是一直在说 我们的人类 然后他就说AI很重要 然后他本来就是手机里面 大家知道 手机里面不是都会有一个 智能助理吗 对 比如Siri 然后你开 跟他讲话 然后他会回答你问题 有没有 然后他就说 他就把这个丢掉 他说我现在已经发展出2.0的 然后就是很多的机器人 然后又要取代原来的那个 对 这就是在手机里面的 Siri的智能机器人 然后那个智能机器人怒了 他生气了 因为被抛弃了 就在那个发表会上面 就是宣布他被取代的那个发表会上 结果呢 原来所有的后来2.0的机器人 全部被这个虚恶控制 然后他把这个创办人 就是这个邪恶的总裁 把他关起来 他说我要消灭你们人类 你们人类是地球上最坏的人 我要把你们全部都消灭 然后把每个地球人都用那个手机 大家都用手机嘛 他全部都把你就是全部派出机器人 把你们所有人都抓来 而且他的智能应该会比人类还要高 对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他是电脑智能 所以他就把所有的地球人都抓起来 然后要把地球人丢到外太空 然后地球人还很白痴 说你要把他们丢到外太空 他说你放心吧 你们这一个个小小的 像风潮一样的那种房子里面 里面都会有那个网路设备 然后地球人就说 好好好有网路设备就可以 然后他就要把地球人驱逐地球 然后地球上只剩下智能机器人 那其实很恐怖耶 对然后当所有的人都被抓去了以后 然后只有这一家人 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发现 怎么所有的人都被机器人抓走了 然后这时候该怎么办 然后没想到有两个阿呆机器人发现他们 因为机器人都会袖斗 你知道吗 机器人只要有一些时候就会故障嘛 然后他们就利用那两个故障的机器人 所以他们就变成四个人加一条狗 还有两个袖斗机器人 一起要拯救地球 我觉得很妙 这种电影的安排 就是说虽然家里面有危机 但是呢 每次都透过一个更大的危机 然后呢 把他们的家人的感情 又好像修补起来 没错 对那所以呢 就是这个就是原来的创办人马克 他本来也是徒劳无功 也是被他的技 他研发出来的智能机器人给困住了 对然后而且那个那个智能机器人 他超小智能机器啊 就是在手机的智能机器 他后来发现他的计划 被这一家人破坏 然后这一家人要破坏他的计划 他非常生气 他就叫真正的机器人 就是站着的那种机器人 把他放在桌面上 他说我要发泄情绪 然后他就自动 因为他是在手机里嘛 他怎么发泄情绪 他就滚动哦 他就一直在那个桌面上 翻过来翻过去翻过来 就表示他的愤怒 然后一直发 太妙了吧 对对对 然后所以呢 就是这部电影 其实也是在透露一个 就是像这个米家的爸爸 就很生气 他们吃饭的时候啊 就是妈妈小孩啊 全部都在滑手机 不停的就是被社交软体 忘了人性的温暖 对对对 然后所以这时候 他们就把机器 就把手机砸掉 因为不然就会被追踪到 那么最后给这个 米家大战机器人 一个什么样的电影指数呢 对啊 米家怪胎 拯救世界 四颗星 这次很多都是拯救世界 我们希望有很多人 可以帮助 很多科学家 可以帮助我们大家 可以战胜COVID-19 没错 赶快把这个病毒杀死哦 好我们最后 也是在讲一部公路电影 比女哦 是在讲日本的一个故事 她们是女同志的故事吗 对 嗯 这是日本的漫画改编的 然后好像在日本非常畅销 然后描述了两个女孩 她们本来是 就是高中同学 然后一个是富家女 一个家境非常穷困 然后妈妈跟男人落跑了 爸爸就是常常打她 然后遭受家暴 对 那其中的这位富家女呢 叫做林 她就是等于有点同情 然后也有点爱上了 这个穷困的女孩七慧 嗯 所以她们之间 其实从高中就开始了 可是后来 呃 就是七慧 她不愿意接受林的感情 是 那她因为她觉得 她自己喜欢的是男生 那所以她们后来 在高中毕业后 两人就 呃 没有再见面了 是 可是后再来就是 嗯 这个林 她后来就因为 她头脑很聪明 家境又非常好 她成为一个整形医生 专门帮人家割双眼皮的 嗯 那有一天 她也有自己的 新的女朋友 然后也在同居 然后她的女朋友 是真木杨子所饰演的 哦 那她们就在 过得也算是 一个幸福的生活 有一天她就接到一通电话 对 就是这个七慧 求救电话 对 然后她们又在见面 就已经十年了 然后她们又在见面 没想到机会就让她看到 她全身都是伤痕 她说她的老公 虐待她 打她 于是呢 林就 呃 这也是我有点不太懂的 当你想要毁灭那个 欺负你喜欢的人的男人的时候 呃 她居然是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跑到那个男人厂去的酒吧 然后引诱她回到家 然后两个人上床的时候 她再杀了她 哦 哦 这样子啊 对啊 要毁灭一个人有很多种方法嘛 为何要自己 先射诱她 对对对 这点我是不太懂 然后再把她干掉 对对对 而且脖子就很久了 然后这个因为是在这个Netflix所制作的电影 所以就是尺度是很大的 不论是呃那个女女性爱的场面 或男女性爱的场面都尺度很大 而且像这种呃就刺脖子啊 剑穴啊 那个然后整个河龙喷出来 都是穴的场面 他都有呈现出来 不像有些就电影就呃 或者是在日本当地制作的电影 为了要电简的尺度或什么 他们会自动很收敛 好所以大家啊 就是你们也许看完了米家大战机器人 接下来就要把小朋友赶走了哦 你们就接下来大人可以来看这部比女哦 那后来他们就踏上了公路逃亡旅程吗 对对对 那他因为杀人来 他本来要自首 没想到这个七会就跟就跟他说 那我们两个逃亡吧 于是他们两个就是只有在日本啊 他们就开着车 或者是甚至有时候车子没有了 他们就骑摩托车 是等等的情况 然后哎就是逐渐的可以让我们看到 又同时回顾了他们高中是怎么认识的 然后高中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彼此的家庭的状况 听起来真的很像那个日本的末路狂话哦 对不过我觉得在这部电影用 因为主角是水月西子 那他是日本著名的模特跟演员 但是虽然演他就是现在跟他同居的真木扬子啊 我觉得他的戏份虽然非常少 但是他的演出非常感人 例如那当他因为他跟他的这个高中时候的女友远走天涯嘛 然后真木扬子就在家里等不到他回来 然后真木扬子的妈妈就来看他 他就说当年你带他带这个女医生回来我家 跟我见跟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很开心 我们父母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女同志 然后你终于找到你爱的人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替你高兴 可是这个女孩 这个女医生他却非常的冷漠 感觉好像不关他的事 我就替你心疼 然后母女养就是相对垂类 可以让我们看到女同志啊 其实就是不论女同志或男同志啊 他们当面临了世人的眼光的时候 其实他们过的也是非常的压抑跟痛苦 那么最后给比女一个电影指数吧 亡命情侣三颗星 好 那接下来还是有两个小单元 就是孤注一只大作战 今天介绍的是影音串流平台上面的芯片 可是如果你只有一部片的时间的话 那么阿德到底要选择哪一部呢 对我要推荐 古天乐也有投资 然后在片尾也有出现的 米家大战机器人 是 然后这部电影呢 有非常多就是反思 就我们小朋友啊 或者是青少年 我们迷恋这些科技跟网路 然后忘记真正的生活 然后这部电影还有 我觉得也很精彩 是连洗衣机跟果汁机 都来找人类报仇 真的啊 因为我们随便用了 他用坏了 我们不想就把他们丢进了 好好爱惜啊好这个是孤注一只哦 抢救影片大作战 有没有一些可能会被遗忘在平台上面的好片 阿德要推荐的 对因为现在疫情严峻 可能大家内心压力都非常沉重 我推荐一部经典的英国喜剧 是我今生的新娘 然后里面充满了英国人写这种爱情喜剧 有非常多针锋相对 而且对话非常幽默的情节 然后休格兰领衔主演 当然这是他的尖锋期 所以有非常多感人 那个又风趣幽默的喜剧 推荐给大家 虽然电影院没有开 但是呢阿德还是会帮大家整理 影音串流平台上面一些 还蛮好的芯片跟大家分享哦 非常感谢阿德 谢谢您 谢谢 听大家电影下入上瘾呢 依旧在每个星期六会在新闻网首播 如果大家错过或者听得不完整 马上来到YouTube 在YouTube上面搜寻电影下就上瘾 也希望大家听完看完之后 帮我们分享出去 我们下礼拜再见了 拜拜